你從頭到尾 呼嚇了中國 對於本件事情有一個優先管轄權 說了肯亞案 45位台灣人被強行壓到對岸 立委們未免喉舌的分貝特別大 部分朝野都在想辦法 要把人帶回來 但似乎因為人在大陸 部分委員質詢力道 馬上加倍 這一次肯亞的事件當中 法務部去判斷 中國有刑事管轄權的基礎是什麼 從屬地 從結果來講 對 你講的是法律適用 我講的是基礎事實 不要因為今天這個案子 所以我們就抹滅了 長期以來的這個努力 兩岸共打的這個政績 結果這個政績居然是奠定在 有一個國際流氓到處抓人 而不是奠定在 委員的意思是要我們中斷 跟大陸的交往 向來不避諱台獨立場 時代力量立委忙著罵官員 怎麼可以讓台灣人到大陸被審判 但國際法的原則 各國的管轄權 甚至可能的詐騙犯罪事實 都是台灣必須面對的無奈現實 黃國昌臨場所 卻只針對台灣人 怎麼會被帶到大陸 如果送到美國 送到歐洲這些國家 你能夠怎麼樣 民進黨這些 包括時代力量這些立委 說實話 不是大聲就代表你能幹 馬上民進黨就要上台了 我們看看 這樣的事情會層出不窮 把一個國際上很正常的一個 炸雞飯全送的規則 都把它放棄掉 然後藉著來 想要來打中國 打馬英九政府 用這個方式來凸顯說 台灣獨立這些問題都沒有 落雲學的部分 我們下禮拜還有後續 也是跟Brady一起嗎 聯手 包括馬來西亞 泰國 都有台灣詐騙犯入獄 沒見這些立委大聲疾呼 獨獨對遣送到大陸 最有意見 藍營質疑 有些立委們是不是又逢中必反 兩套標準有待全民檢驗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每週就在關えー 2025 我 要 彼 razor 職